Namaskar Good morning 早上好 我今天这么早起来 然后呢是给大家看看呢 早上的时候呢是我老家的年轻人 他们是干什么 你看这个呢是有一个水果叫 Burher Burher就沾的里面就是沾的跟 跟榴莲一样的 但是榴莲不是外面又特别阴影的吗 它里面是那样的 外面是软软的 熟了以后呢是好吃 有点蒜有点甜 这个感觉是快要熟了吧 我都看见了这个黄黄的 也看见是有条果的香吃 来这边吧 这个是我们城市的有一个ground 怎么说呢 是这里是由这个领导人 他们来的时候呢 是大选择的时候呢是讲话 然后前面就是老百姓看他 听他的话 现在呢每天早上晚上都好多小的年轻人吧 18岁左右吧 他们在这边准备当军人的 还是当警察的警察小小的那些警察 我也这边坐过两年吧 每天早上五点钟来 然后呢是泡步 泡步运动 准备准备是当病人呢 两年我坐了但是我没撑 还好我没撑 如果那时候我当病人呢 那那生活完全都不一样的 那时候就来的也是就这个地方 还有这戈壁有一个机场 就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那时候不做这些东西 这些新的东西 这时间长了二十年 我就是泡步 我们就是泡步 是这样的 一堆人一起泡步 这个有一点玩 我很早热出之前 我们就开始泡步的 那有可能他们哪时候就来了 到现在还在啊 这边呢这个地方 又有一些几步赛 去看看呢 他们是干什么的几步赛 有些小孩子 我发现他在玩呢 我小的时候也玩 经常玩这个东西 进去看里面吧 再近一点看看 哦 这个小姑娘 她在洗完呢 然后 好像他们要走了 他们是离开这个地方吧 哦 你看这个机步赛啊 他的孩子 站得多好看呢 眼睛是黄色的 好像是外国人的感觉 这个也是 他们好像三个是一家人 哦哦 有一些球 他们扔在那里面 然后告诉 你打这个 如果能打得到 哦 打到了 是他的 OK OK 我们也是这样玩 但是他的这个 我看是里头做的 我们是那个玻璃做的 买的 这个有可能他们自己做的吧 天气都一点点冷了 但是他们还是 没穿衣服呢 这么走 手 特别手 嗯 这个地方他们有另外一种的一队吧 他们穿的衣服都一样的 我问了他们说 这里有老师 装模是一个学校 然后学校的人 他们就 就是老师叫的 收费的 嗯 又来的 不对了 没撑 嗯 我的时候没有这样的 就是 在阿尔萨 嗯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 呃 什么 先开始的一个公园 这个公园 现在还没开始的 有点早 他有门票 然后里面有玩的地方 其实他里面有挖的什么东西呢 是我的小区都有比他好几倍 但是这个小地方来说是 这个是一个游乐的地方 然后有门票 还有听车唱啊 就是你要听车也要花钱的 我们走路走路都已经完事了 正在回家的路上 看鱼 那就买一个吧 回家去吃鱼 你看 他们怎么切呢 这个鱼 用收切的 危险呢 他用的这个刀也是挺特色的 这个是我们印度人是这样 做着切 这个刀很快很快 如果不小心的话呢 一下把手就切 你看 我跟这个小孩子买的 这个鱼是我要拿的 这个鱼是 220块 路比一公斤 是大概20块人民币一公斤 10块一斤 价格差不多 跟中国差不多 但是中国比这个便宜一点 我不太了解这个是鲤鱼还是鲤鱼 但是就是中国有最便宜的那个鱼就是这个吧 我就是喜欢这个鱼 中国干这些都有机器呀 我很快就做好 然后用手套啊 你看这个地上放一个塑料 然后那个塑料上面做 现在还好啊 现在不算特别长 20年之前呢 是他周围 全都是你 就是 地方也很长很长的 全都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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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要腻在一块 然后人进去了以后呢 是 鞋 脚都 都 都进那个泥土里 但是现在我发现还行啊 其实现在没有鱼脊 但是鱼脊的时候也不会那么长 这样用手套 哎呀快 好快 我跟小侯子说 小心一点 不小心好容易就 弄坏的 那今天我们吃这个鱼啊 妈妈做的鱼好 但是现在妈妈不怎么做 现在就少这做 少这做的也差不多 我都忘记了妈妈的味道 妈妈什么做的 她的味道 但是少这的也还行啊 我吃两块 都无所谓的 然后这个地方我付的钱 也是那个支付报付的钱